母爱如水 似水温柔 父爱如山 如山巍峨 父母的爱 确实是不一样的 与母亲相比 父亲的爱更加深沉 更加内敛 虽难以捉摸 却又能真切感受 很多人时候 人们赞扬母爱 却忽略了父爱 其实这两种爱 都是一样的 苏先生今年42岁 人到中年 正是压力大的时候 可让苏先生感到压力的 不仅是生活 还有父亲的要求 父亲明明每月 有4000退休金 却还要管苏先生 再要2000 这让苏先生十分难受 苦口婆心劝父亲 父亲却好不退让 可等后面苏先生 明白原因后 才知自己错怪父亲了 42岁苏先生的自述 我的父亲曾经是一个 很好的人 但从五年前开始 不知是受了什么刺激 突然坐了起来 不仅是隔三差五的管我要钱 到后面 更是直接立了规矩 让我每个月拿2000块给他 可他明明自己有钱 每月4000退休金 就这还要管我要钱 真是让人难受 其实2000块钱倒也没什么 我们家出得起 只是我碍于妻子 不敢轻易答应父亲 我的妻子是个很强势的女人 自打结婚那天起 她就跟我说 以后她是家里的老大 谁也不能惹她 要不然就走着瞧 婚后 我也确实不敢小瞧她 我每天勤勤恳恳地工作 回来还得做家务 以至于工资卡都得交给她 这么多年以来 我的工资我自己没摸过 这上哪说理去呢 但妻子虽然强势 也有好的一面 至少整个家被她管得井井有条 可她如此强地掌控欲 实在是让人喘不上气来 她管得实在太多 管了我的工资不说 到后面居然连我吃什么饭 穿什么衣服都要管 有次我们家出去吃饭 我本来穿了一件 自己中意的衣服 她却眉头一皱让我换下 非得穿她喜欢的 说那样才好看 结果换完了 活脱脱的一个小丑 我的娇妓 也被她牢牢地管着 有几个朋友 没事喜欢找我吃饭 喝两口 被她知道了 总劝我跟他们断了联系 搞得我只能偷偷去 还有就是有个朋友结婚 我跟她关系挺好的 十多年的感情 可是给人家上礼 我说拿一千 妻子不同意 非得给我拿两百 到后面 还是借的钱给人家 现在想想真是悲哀 在妻子的掌控下 我成了东西 成了个玩意 每天就是赚钱做家务 陪老婆陪孩子 想想这种生活 有啥意思呢 有的时候都想要离婚了 但我跟妻子 交集的地方太多 孩子也这么大了 想离婚真不是那么容易的 人到中年 尚有老下有小的 我更不敢离婚了 每天工作到深夜 发工资的时候 看到妻子的笑脸 便觉得自己尽到了责任 生活挺平静的 父亲却来找事了 所以我说 按照妻子的性子 平时给我爸三百五百的可以 要是每月给两千 他真不一定能同意 我也嫌弃父亲找事 可又觉得有些愧疚 结婚这么多年了 我不管着钱 可以说这钱都是妻子在管 想为父亲尽孝 父亲却总是推脱 让我好好过日子就行 所以我也就一直没管他 可是到现在 甭管他有没有钱花 做父亲的 向儿子要两千块钱养老 儿子拿不出来 实在说不过去 但妻子是不可撼动的 说什么都不给钱 没想到的是 父亲也十分硬气 甚至不惜要跟我 跟妻子吵架都要要钱 看到他这样强势的模样 我最后剩下的一点愧疚也没有了 觉得父亲实在是无理取闹 便跟妻子商量好 让妻子拿一千块出来 剩下的一千我自己想办法 为了父亲这两千块 我在公司努力工作加班 把中午休息的时间都给剩了 晚上再推迟半个小时回家 时间长了 我觉得好疲惫 身心俱疲的感觉 但又没法子逃离 我多次给父亲打电话 试图说服他别要那个钱 他却很坚定 说什么都得把钱要来 从前父亲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啊 不知道为啥 他竟变成了这般模样 我觉得 大概也是他想为自己活一次吧 毕竟父亲辛苦操劳了一辈子 老了也想放纵一把 所以花的钱超了 再多管我要些钱 如果真的是这样 也无所谓 反正钱都是花到父亲自己身上 可真正让我担心的 是父亲在外面找了老伴 这钱自己不花 全给了老伴花 那这就十分尴尬了 我可不想挣了钱给外人潇洒 可是等了好久 既没见父亲往家里面领老伴 也没见过父亲新买什么东西 便也没有多想了 只是繁重的工作下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跟妻子说了情况 好说歹说 他才同意从我工资里给父亲分两千 我总算能稍微轻松一点了 家里的情况我知道 虽然每月房贷很高 两个孩子上学日常开销都不少 但妻子每月赚六千 我有两万四五 这么多的钱 再怎么的也能给父亲拿两千了 只是我不管钱 我要是管钱的话 也不至于拱破至此 反正不管怎么说 自打我给父亲这两千块钱后 我跟他的关系急转直下 几乎是到了陌生人的地步 我很少主动打电话联系他 他也很少联系我 听我大波说 父亲似乎还在外面找了份保安的工作 但是没干天就又换了 我觉得奇怪 钱够花还干保安干啥 但也没想太多 只当是父亲闲的 虽然我跟父亲的关系冰冷了不少 但该联系的时候还是要联系 逢年过节 我也会送礼物去 等到父亲生日 我还会给他买些东西 不过最让我难受的是去年 因为父亲不断管我要钱 我觉得非常气愤 正巧赶上父亲生日 为了报复他 我假装忘记 一个电话都没有打 父亲呢 却并没有怪我 仍然像往常一样生活 好像这件事没有发生一样 日子就这么平静地过着 父亲越来越老 身体也愈发不如从前了 有一次 父亲还给我打电话 说自己的腰疼得厉害 我心生厌恶 但也没说啥 赶紧请了假回去看他了 到了老家 推门进屋 只见父亲弯着身子 像瞎一样地蜷缩在那里 见我来了 他满头大汗地瞟了我一眼 因为他那一眼 我的怒气消了大半 我赶紧背着父亲 要把他背到医院去 他却摆摆手 递给了我一个纸条 随后用手指了下另一个房间 我没管那么多 随手把纸条扔下 带着父亲赶到了医院 经过抢救 父亲并没有脱离生病危险 我站在手术室外面 焦躁不安地来回踱步 各种不好的想法涌入脑袋 直到那一刻 我才明白 自己多么爱这个男人 等了整整六个小时 凌晨两点多 医生摘了手套走了出来 无奈地跟我说 手术失败了 当时我一下子瘫软在地 看见被缓缓推出的 蒙着白布的父亲 我面色苍白 想哭却哭不出来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 连一点准备时间都没有 我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却又是现实存在的 妻子和孩子陪着我 把父亲的身后事给办了 我全程都是缓缓呼呼的 接待来拜访的亲戚 又送走他们 一切像是梦一样 直到深夜 我躺在床上 才会抑制不住地 流下几滴泪来 父亲走后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不敢去他家里 收拾剩下的东西 我总觉得没有心情 终于有天 我睡觉梦见的父亲 他叫我回去看看 凌晨就开车去了父亲家 拿锁头开了门 熟悉的摆设 却不见熟悉的人 闻到屋子里那熟悉的闻到 我忍不住泪流满面 见到地上的纸条 我才想起当时发生的事情 我捡起一看 纸条上是一串数字 1980402 那是我的出生年月 再沿着当初父亲锁纸方向 进了房间 打开衣柜 发现里面有个上了密码锁的箱子 输入刚刚纸条上的数字 我顺利地打开了 箱子里只有三件东西 一个卡 一张照片 还有一个纸条 我拿起照片一看 发现是我小时跟母亲的合影 再拿起纸条 父亲在上面歪斜斜地写了几个字 我希望你自私一点 看到这句话 我终于忍不住了 跪倒在地嚎啕大哭 卡里有四十万 看到这些钱 我终于理解了 为什么父亲管我要两千块 大概是为了给我留下一笔财产吧 这笔钱妻子并不知道 我也不打算给他 后来 我把自己的工资塔要了回来 妻子已离婚威胁 但我丝毫不为所动 活了这么多年 我也要为自己考虑 要自私一点了 不然怎么对得起父亲的苦心